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李逸玄 马上带您来关心 台南雪甲88发枪击案 从选前到选后已经26天 枪手是谁都抓不到 在昨天 虾区分局长被拔官掉职 今天台南地检署发布通气令 枪手名叫孔祥志 但也被市议员质疑 是技术性办案 选前不想抓 选后也抓不到人了 26天过去 枪手恐怕都不知道逃到哪里去 铁门墙壁射成蜂窝 还去科技场狂开58枪 总共88枪 枪手逃亡26天 台南警方就是抓不到 辖区学甲分局长被拔官掉职 市议员质疑警察 技术性办案 11月10号开枪 直到26号地方大选都 选后各界舆论抨击 直到12月5号 学甲分局长被拔官 又再过短短一天 锁定枪手 前前后后拖了26天 时间这么充裕 外界怀疑枪手恐怕早就 已经潜逃 服务处被开枪的议员 质疑被拔官 分局长不具备办案专业能力 也往社会案件开个一两枪 警方救津很头痛 更别说开到88枪 案发地点不是明代服务处 就是政界高层床房 检警到底有没有认真办案 外界充满大问号 继续来观众 王书宏谈案报道